大家好我是米飞 此前我们比较详细的首发了澎湾OS3的体验 然后咱用到现在应该也都体验到了它的流畅 而另一个点应该就是和Mac端的电脑互联 这个效果就确实很nice了 想我们Windows还需要自己折腾小米电脑管家 那小米不搞Windows端吗 咱这不来分享一波吗 在正式发包之后 小米也同步上架了Windows端的小米互联服务 这会比Mac端的好用吗 有几成功力 那么两次长咱们这就开始今天正片 前几天小米澎湾OS3是已经出了咱们这个beta版本 咱也是首发跟大家分享了 然后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小米手机 可以连上苹果电脑连上苹果手机 然后我们当时不是说 Mac系统吃的比Windows还要好 在开放这个beta版本的一个体验权限之后 我发现它是已经有了 不仅仅是一个Mac端的 这个小米互联 还有Windows端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对比一下它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它们都可以在小米跨装置连这个网页里面下载 但是它这个地方藏的比较深 小米苹果互联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演示的 然后还有这个小米Windows互联 然后我们今天首先是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小米Windows互联 它到底有哪些功能 然后和Mac端之间来一个对比来看看 它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个区别 然后哪边的体验会更好一点 OK 苹果端直接点击进入 然后拉到最下面 然后就可以直接下载 那这就是我们的苹果端的一个下载 然后PC端 然后点击这里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第一体验 点击下载 那这是PC端 然后这两个软件都安装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开始体验 当然它这个手机它是要求搭载了小米澎湾OS3 Beta版本的一个机型啊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端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啊 先把软件给搞到来 然后安装 小米互联服务 确定 这个是所有的Windows电脑都可以安装的 哎呦 它现在你看 我们这个电脑是Redmi的电脑 Redmi的电脑 它是会检测到 我们已经安装了小米电脑管家 它和这个应用 它是没有办法同时运行的 所以需要先卸载之后再安装 那我们确认一下 我们还得还得先把这个小米电脑管家给卸掉 那以后我们就说不定就不需要折腾 这个小米电脑管家了啊 就直接用这个小米互联就行了 小米互联它是适配的 所有的Windows电脑 而且是更新的 应该是会更好一点啊 找到了咱们这个小米电脑管家 把它卸载掉 现在咱们这台电脑已经没有小米电脑管家了啊 然后继续来进行它的一个安装程序 那它这里就小米互联服复 我们点击立即安装 我们点击立即安装 它有妙想桌面 它有小米互床 好嘞 好我们立马开始体验 看一下啊 同意 我们登录一下 然后直接就可以使用小米的扫一扫登录 它这里就会显示这个并且连接 然后我们选择小米15 目前看起来这个感觉是和苹果的那个是一样的啊 但是少了一些东西啊 就比如说设备查找设备响铃 然后开热点什么的 那我们选择已经选择小米15啊 我们点击开启妙想桌面 它这里会弹一个窗 我们点击始终允许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速度 还行还行 它这个帧数不高啊 OK 就比如说我们打开了咱们这个哔哩哔哩 它是可以直接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应用的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应用流转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抖音 它同样应该是可以连接三个啊 连接四个应该是 比如说我们再开一个音乐 看一下能不能再加 加不了了 可以加 好 就比如说我们再点击我们的哔哩哔哩 然后我来看一下能不能直接从这里过去 好 就比如说我们再点击我们的哔哩哔哩 然后我来看一下能不能直接从这里过去 没有想过去 而是要在这上面直接点啊 然后所以说这又是一套不同的逻辑啊 它这个是集成在系统里面的 不是说在这个融合设备中心 就是另一套逻辑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三个应用开启了 然后我们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电脑 直接在电脑这里 点击打开 点击打开 这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是可以直接打开成这种横平的模式 也就是平板的模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亮剑 这个流畅度还是非常棒的啊 比如说我们玩云 玩云的话它也是直接一个平板的模式 但这个适配程度 明显是不太不太那个的 OK 这就是它的一个新的特性 然后我们在这里它是可以选择 连接小米15或者小米15Ultra 它都要是澎湃3.0的一个系统 这一块和这一块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发送文件的话 我们现在是连接到了同一个局域网 比如说我出去玩的这一个视频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这里选择穿 然后这里就有一大堆的东西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看 K-Pad Mac mini MacBook 还有小米15Ultra 它都有 但是这里目前来说它我们是连接了小米15 但是现在没有咱们这台红米的笔记本 好这里我们 传了咱们小米护传的这个APP 之后应该是可以用了 好我们现在已经更新了小米15上面 那个小米护传的APP 之前我们连接不上是因为 澎派OS3它并没有搭载新版本的小米护传啊 所以我们需要再次更新一下这个APP程序 就是需要再安装一下这个4.1.1的这个版本 好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小米护传了 这里我们打一个小补丁啊 那就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小视频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笔记本 这里已经开了 那这里就会出现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电脑上面 Windows电脑上面选择一个东西 然后打开这里就有小米15 大家如果和我一样 就是和我之前一样找不到这个文件 那肯定是因为这个小米护传的软件版本 没有改就是软件版本没有升级 这个大家可以升级一下 晚点我也会直接在链接里面提供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小米互联PC端 只有两个核心的过程 一个是面板桌面 一个是文件护传 可以看得出来PC端的好处就是 可以安装在普通的电脑上 不需要我们自己折腾 但功能上和麦克多比起来 目前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像我们用的频次很高的开启热点 查到手机 它都没有像是做了麦克端 顺带做了一个PC端给大家 当然也有可能是PC端的 视频难度会更大一点 毕竟硬件那么复杂 所以就目前来说小米电脑管家 依然是大家更稳妥更成熟的选择 晚点我会再整理一下 目前最新的小米电脑管家 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些视频内容了 你觉得小米互联服务在未来 可以有哪些功能呢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看有啥地方需要改进 啥功能需要增加 万一小米采烂了呢 最后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试商品 也欢迎留言 我是鱼飞 那么记得点赞收藏 好那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